我跟美国人说 你不要跟我讲两国之间 我从没有一次 把中国的伤害中国利益的任何东西 给美国人从来没有 我现在对着直播说 从来不会 永远不会 但是能对共产党造成伤害的 能对共产党有打击的 我会毫不犹豫 不但是美国人 就非美国人 哪个人我都给 海航事件 你看到啊 纽约克这个王八蛋记者 这个孙子 海航是我暴王岐山 多大的事 还有这个王健 他精描淡写 他把我弄成阴谋论 这个孙子是带着恶意来的 这个纽约时报太坏了 他完全是共产党的小三 那海航多大的是 陈锋王健 几万亿 他一句不提419断播时间 他一点不提刘彦平 孙力军到了美国 当时是19大要开 当时刘彦平 孙力军说的话 和艾利伯一敌 斯蒂文文在川普的搞的目的 是因为我掌握了 中共的绝密情报 他没有一句提到 如果我不重要 不会让共产党一国之力 到美国花那么大利益 冒那么大险 在国土安全部 还有FBI CIA 已经警告对方 不能再回到18楼的时候 他还来了 为什么 而且刘彦平说 我是郭文贵 在国内的企业 要比马云 王健林好的多的 最好的企业 负债率最低 最干净的企业 而且也没有一句说 我是有间谍背景 他把给习近平的封信 你发现 凡是提习近平的封信的 一定是共产党派出来 告七哥 打官司的伟类们 我过去的五六年 在美国法庭 做过上千个小时的 几乎没有一次 不问给习近平的封信 那封信 是当时刘彦平 口述 我写 又改变 又是他写 而且这封信的时间 是2017年 五月份之前 是你七嫂子 郭美 交换的一个条件 七哥都把郭美 和你七嫂子 就到美国来 这是我一生中 作为一个男人 保护家人 保护爱人 保护孩子 我不觉得人类上 还有谁让我去参考参考 一个男人的雄精和情怀 一个父亲的雄精和情怀 不是嘴巴上讲的 是行为上的 有多少人能看透 七哥就你七嫂的郭美之男 我们体制内 现在看直播的很多战友 在当时是 对我不是半信半疑 叫一分的听 九分的怀疑 一听九疑啊 有的人是三分的看笑话 七分的看我要跌倒 但是从你七嫂子和郭美被救出来以后 那个七分看着我被干掉的人 变成了更多的知识 一分听九分疑的变成了九分信 甚至十分信 还有很多人现在是跟随 这个王八蛋记者一秒钟就给过了 如果我没有料 没本事 没价值 能让他们如此恐惧吗 而我和平的没让任何人流血 没让任何人付出代价 把你七嫂郭美 这种智慧 用能力 用实力救了出来 我们看看 我们跟上4月boros人 这里的 我们 saute由 随 instance 使用 territories